DID 给10月的增田行村 因为他们两个挺似的 可能有点自敬 因为这个产品已经是很多年前 就是V A 没错 当时的重甲驶轨 还要是红色重甲驶轨 是,它还要是里面有駕驶轨 这个真是很厉害 其实是很厉害 很高质素 是,当年来说 现在都很复杂 有点像红素星马沙 都可以这么说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这个是Canny的作品 是 没错,我们是站的 好了 趁现在搬椅子的时候 看一看这个真田的食力 坦白说 DID都没有很厉害 这个基本上是出1比10 这个呢 这个呢 我刚才来之前 当然有开箱做小公布 那我就 你开到好像新开 有点料到 一样是这样 有这个 是的 它最过瘾的地方 就真的是背景 是的 变成了拍照 或者自如那时候都挺过瘾的 整对真田军冲出来 另外就是一样 它好像1比6 这包装 和1比6好似 但是1比12 开了 这个真的有点觉得做得非常好 嗯 因为之前第一只没有田 这只是真田 我觉得它的技术更成熟 那就是 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一旦就开了来看 哇 你说开过 但是包得过 这么漂亮啊 那不要 让它出场前 保存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大家 不要 待会大家失望就好了 嗯 我先拿好一些 可以展出来 展出来 是的 好 我先转个圈 现在的设计还没有装 其实有个设计 它是过瘾的 因为戴头盔 这一次它这个造型 增田造型 似乎都是模仪一个日本大河剧的造型 多的 它是跟大河剧 不是跟回 就是当年的真实设计 其实当年的真实设计 很难 因为几百年前 没有照片 有画 但是当时的所有日本大名 名像 是怎样的 其实未必有人知道 我想问 这个绳子有什么用 这个绳子是设计的 哦 因为它有头盔 和面具都有绳子 可能会扯爛了 那可能阿迪麻烦 靠调一下 可以吗 靠调一下 因为靠调一下 其实你看到 这个样子是非常像 那套剧的主角 哪套剧 那套大河剧 其实挺像的 那个近几年 都挺出名 在日本的一个男优 这是哪个 不懂我 向井巧克力波 还是这一个 不知道 不是 那些 男演员 不是那些男优 哦 男演员 我觉得都是演戏的 都是男优 都是男优 对 阿德哥 现在先调一下 先调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 不要紧 至少大家看看 多漂亮 这些比较精神 刀刀枪 哦 在下层 在下层 好了 那当然 大家最想看 当然是戴头盔的样子 我便戴头盔给大家看 又要温 对了 那样子呢 我自己看 非常似的 真的似那个人 似那个演员 似那个演员 对了 这个头盔 不是日本演员 什么人 什么籍人 好了 这个就是戴头盔 你看 戴完之后 这个头的比例 头身比例 非常之 什么奸直 对了 是非常 fit 这个头身比例 这个就是著名的六角的头盔 那六文前的头盔就是 这个 这个我都不够姜 再拿出来 对了 真是挺风瓣的 这一次 其实我看到它上色方面 因为它的盔甲就不是一块块 主要用啤膠软件做 但是上色方面 这些绳的位 其实都是游死人的 其实很容易游出街 你只是甲的都要命 所以这个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是比武田 控制QC 或者QA 甚至它们的造型 更加准盛 这间厂 其实它的生产线 所有同事都值得赞一赞 这么多年来 是保持得很好 他连出一些科幻的作品 不知道 今天老板喜好 比较喜欢历史军事的东西 好了 看完这个人仔之后 有个面罩 最初出相当时 我看到它面罩好像大了 但是后来我发觉 我一拿到上手 就发觉OK 大色OK 那为什么呢 是带法问题 现在带了 可以又拍个close up 看看 是不是close up 的多 看看面具头盔 全是 没有over size 之前官图 我觉得是有少少 over size 其实是面罩 它带低了 现在把它退高 那就刚好 当然盖着眼睛就神气一点 如果带着头盔高一点 就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因为我只用手托着 其实正常是高兴可以用一些绳子绑住 对 因为现场就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好 看完这个 我先安装面罩 好 那我说一下 德国是很绝对的 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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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 这个刀在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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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羊枪 不是羊枪 这一枝是因为真田 不知道为什么在游戏里常常说他握枪 即是用短的手枪 跟对手作战 他也跟回 有时历史上可能是以而传而 他究竟是握十文字枪比较多 还是羊枪比较多 我可以close up给大家看 方便一点 你可以看到本身是很疯狂的 整件事是 做得很精细的画窗 刚才导演摸我 摸一只手 把我面红 因为年轻一点的玩家 对于真田就不会不认识 除了游戏和游戏之外 打新游戏也是找这几个 上杉和真田 这个是否可以插在腰部 通常都是插在腰部的左边 就是右手 就是用布带 是 大家玩的时候 可以留意布带哪些位置 方便摄的 是 由于真的太紧 恐怕 可以插在腰部的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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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是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 不过我不插了 好吗 好 因为它很紧 因为它很紧 它放得很紧 它放得很紧 我怕它放得很紧 是 反而我们看看这件鎮与绩 是 这个做人很明显 就是参接大学剧的 因为它的颜色鲜艳很多 是 你打仗这些 你被人捅了十多二十次 以前打仗是比较说 例节的 规矩 很少会做一些不光彩的事 例如呢 例如 暗战会比较少放 暗战 另外大家就是 其次施名地打仗 就不会假扮其他人 然后就假扮其他人 假扮其他人 假扮其他人 另外这个盒子 大家看到 就是理论上 其实可以拆下来 不过也看一看大家 拆下来 你懂得砌上去才好 因为 虽然没有一比六那么复杂 但是 我不够将开 开到的 开过的 是啤件 哦 这个盒子 大家也知道 其实就是装盔甲 通常那些 武将 平时就会挂在这里 这里装一些东西 那运送 用整盒子 平时就会放在上面 然后就再 坐 不是坐的 就把盔甲 整副放上去 嗯 这个或者是放头盔 这地方就放盔甲 嗯 这边就放一些 脚盔甲 是的 还有很多散见的 牛耳客 可以 很棒 想介绍一下 那个 是 手的 手的 手型 其实它做得很精细的 就是以往 你灵魂一点 我就手而已 对了 大家看看 怎么解释 一个手型 拍一拍 不拍到吗 它连手的 手背的盔甲 都打了六文钱 下去 那当然 你是不是律师 是不是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其实令到整件事 真的好像正好多了 头盔真的有六文钱的 是的 头盔也挺没有 但是你说其他部位 是不是黑麻 就不敢说了 另外 由于这个比十二 其实站的方面 也有一些 没有一比六那么稳 它会送多个这样的物件 好像扭蛋 夹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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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着脚就站得稳 其实不夹着脚 也夹得稳 我真的要转一转 其实这个脚颜色 就是想得很沙承 很精准 而且QC很好 是的 为什么不出科幻作品 有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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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 不过希望它们快点完成 应该在办 好 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 好 好 那就转头又见了 好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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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收拾吧 先收拾吧 還在做拾牌 拾牌 今晚人手